请收看翠绿法师冯雪讲座 再注意看我这里笔呀 眼睛 当我们眼睛痛的时候 或者眼睛有毛病的时候 我们看出去这个虚风 空中你看 哦 师父 师父 这虚空当中有花落下来 眼睛有毛病不知道 正常的眼睛看 没有 可是眼睛痛的时候 它就什么通通有 可以看到种种的影像 因为眼睛痛 眼睛痛就比一意识心 用来颗执着的心 分别的心 看这个世界就什么通通有 其实有 好 当有一天我们的眼睛 眼病 眼睛的病 治好了 没有白内障啊 眼睛也不病痛啊 眼睛恢复正常了 正常就是 有一天我们成活了 心没有毛病的时候 看这个世界 都是如梦幻泡影的 眼睛 正常的眼睛就是比一正如自信 眼睛痛就比我们的意识心 众生就是眼睛痛 众生就是心有毛病 众生就是心卡在污名 众生的心因为卡住污名 强烈的虚妄的执着 追求 虚妄的分别 而有人身 而有人身跟宇宙 纷纷扰扰的 复杂 种种的分别 你真我多的世界 眼睛 治好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学佛 知道这个是忘 懂得放下 我们也找到一个好的医生 医生 好的医生就是佛法 佛法把我们心病治疗 完全恢复正常的时候 妄子也不存在了 妄分别也不存在了 无名也打破了 恢复如来葬姓的时候 当你看这个世间 哦 本来无一物何处的尘埃 哦 这一切像就是本性的展现了 色身相外处 无非都是葬姓啊 所以传心法要里面 那一句话 诸位你一定要牢牢记住 断记禅师 黄布断记禅师 万法总不用写 但写无所住 这个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的开关 就是你写佛的 你什么肯都不要写 就写这一招 这一招叫做无所住 就是什么通通不能执着 没有一样东西 值得你这样执着的 放下 眼睛的毛病 当你放下的时候 望直上下 正常的心就显现了 你要找到你的真心吗 你要找到你的佛性吗 是不是 你每天在跟佛睡在一起 你不知道吗 要怎么样 能够见佛呢 眼睛没有毛病就见啊 见到世间的真相啊 心破了无名 望直放下 望分别放下 就是一颗清净的心 六根门头 见一切相 知道一切相空 听一切音声 一切音声都是空 你不管他车水马龙 你的心总是入入不动 修修佛道里面抓到这一点了 看你怎么念佛 你念佛念一念 你就会为你的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烦恼 念佛念一念 你就会为别人的 是非恩怨起烦恼 这个跟你的生死 有什么关系呢 修佛的学聪明 学智慧一点啊 自己的生死比较重要了 当然关心自己的生死了 就关心自己的心性了 是不是 好了